Hello,大家好,我是小珍杰西卡 又到了老人的冬天了 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脱皮怎么破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期秋冬护肤的干货 小珍自己呢,在包括欧拉雅,迪欧,娇运师等化妆品公司工作了十多年 虽然工作呢,是在marketing 但是跟R&D部门有非常多的接触 所以在这方面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 那么今天就带来这样一期秋冬护肤要注意的几个知识点 那么如果已经知道的朋友呢,那就请温故而知信 那么老规矩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说一下 我是小珍杰西卡 如果喜欢我,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也请大家多多点赞,留言和转发 你的支持是我做这个节目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第一条就是关于秋冬的保湿 很多同学都知道夏天我们是穿夏装,冬天穿冬装 但是可能有些同学并不知道我们的护肤品 到了秋冬季节也要更换一下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每天都会用的Tone 那么中文的翻译呢,五花八门有叫爽肤水啊 有叫柔肤水啊,有叫精华水 这都不重要啊 它都是一种介于洗面奶之后和精华素之前的一类单品是水状的 在夏天呢,我一般都会用这样的比较轻薄的水 我给大家看一下质地啊 会看到它是像流水一样的,非常的轻薄 那么到了冬天呢,我就会换成这样质地比较厚一些的产品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明显看到它的质地就要比前一款水的质地要更加厚,更加粘稠一点 它上脸的时候呢,就会感觉更加的舒服 涂脸的单品呢,也是一样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春夏天呢,我们可以用lotion类的产品 所谓lotion呢,中文的翻译是叫乳液 很多时候呢,是管状为包装的 质地是比较流动的 水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那么到了秋冬季节呢,我会换上双状类的产品啊 英文是叫cream 将对,它的质地就比较分润 就是这样子的 希望这样能够看得更清楚啊 这个就是适合春夏天的lotion 这个是适合秋冬天的cream 大家到了秋冬天呢,不妨换一下产品 这样对于皮肤的保湿会更有效果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 当然了,如果你是超级大油皮,那是another story 我现在说的是适合大部分女生的情况下啊 好,那么问题又来了 像小郑自己呢,是一个超级大干皮啊 而且纽约非常的干 所以到了秋冬季节呢,我用水的速度会更加的快啊 那平时我是怎么用呢 一般来说呢,我是直接倒在手心 然后就这样拍拍拍就可以了 对吧,那么因为我上妆了 所以我就不拍给大家看了啊 这样拍拍拍就可以了 那么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呢 我先拍一次 然后等几秒钟,等它稍微干一点 然后我再倒一次 然后再往脸上拍 再等它干一点 这样重复三到五次 再怎么样的沙漠大干皮 都会有很好的环节啊 所以这个小贴士也送给大家 既然说到水呢 这里再提醒一句啊 我看到不少同学呢 平时用水都是倒在海绵上的 就是这样浸泡海绵之后呢 然后把它擦到脸上啊 我以前也是这样做的 那么这样做的问题是在于哪里 就是你今年累院 这样一个棉片擦拭的过程呢 其实是会让你的角质层变薄 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是大干皮 或者皮肤很敏感 皮肤特别薄的同学呢 要慎用这种方法 如果你非常喜欢用这种方法的话呢 那一定要把棉片完全浸湿 这样的话你擦拭脸部的时候 不会那么有刺激感啊 所以这个小贴士也送给大家 那么至于我呢 我前面已经分享过 我是把水直接倒在手上 然后去拍就可以了 第二部分呢 我们就要讲面膜 我相信很多朋友和小镇一样啊 都会囤很多这样的片状面膜 因为它性价比比较高啊 而且用起来非常方便 但是到了秋冬季节啊 我每次用片状面膜 都会觉得哇太津津亮透心凉了 因为它非常的冷啊 所以其实用的感受并不是很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会推荐大家到了秋冬季节呢 可以用这样的涂抹式的面膜 涂抹式面膜呢 它不仅质地比较分润 完全不会有很冷的感觉 而且最主要的一个优点呢 是它可以在肌肤的不同区域 根据你的需要来厚涂或者薄涂 比如说我皮肤比较干 我就会在我的两颊 还有我的这个T区 法令纹这边有一些厚涂 这样的话呢 可以很好地缓解肌肤干燥的情况 那么我这款呢是睡眠面膜 很多同学会说 哎呀我睡觉的时候 我这个脸上都弄得一塌糊涂 被子都一塌糊涂怎么办 其实啊 如果你选向我这种质地比较好的 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 因为它会很快地吸收 就不会再弄脏被子 小珍是轻测过的 那么如果真的很担心的朋友呢 其实完全可以在晚上用个半小时 一小时 然后洗掉它再去睡觉 也是一样有效果的 并不是一定要over night才可以啊 这里呢还要有一个误区 想要跟大家分享啊 就是很多女明星会说 啊我皮肤那么好 是因为我每天都做面膜 不要去相信他们说的话 而且他们毕竟是明星艺人啊 跟我们普通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啊 因为小珍呢 跟之前R&D的很多前同事也聊过 面膜是绝对不可以天天敷啊 因为天天敷呢 反而会造成你的角质层越来越薄 这样会损坏你肌肤的天然屏障啊 反而会让你的肌肤变成敏感肌 适得其反 所以没有必要 其实呢 每周敷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一点呢 除非它说明是睡眠面膜 否则呢 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包装 如果它说敷15分钟洗掉 或者是拿走的话 就按照他们的说明来做 否则反而会把皮肤里本来的水分给带走啊 适得其反 第三条就是防晒啊 我见过非常多的朋友啊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啊 一到了秋冬季节完全就不考虑防晒 春夏季节啊 不行我要晒黑的 到了秋冬季节完全不考虑防晒 啊哪有紫外线啊 我今天在家不出门啊 你看今天都下雨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这里要振臂疾呼一下 再说一遍啊 我都说了10086次了 无论阴晴圆缺 无论下雨下雪大晴天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要防晒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紫外线里面呢 是有UVA和UVB 这两种射线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肤 先说UVB吧 它在夏天尤其是大中午的时候呢 UVB是比较强的 但是它没有办法穿透玻璃 所以你如果躲在室内啊 或者说你不要在大夏天拼命的出门玩耍等等 其实影响不大 那么到了秋冬季节呢 最大的问题是在于UVA UVA呢 也是所有的紫外线里面 对肌肤伤害等级最高的一种紫外线啊 它呢一年四季都存在 而且会穿透玻璃 换句话说即使我在家里面 我今天不出门 只要我的这个房间有窗户 紫外线A还是会照在我的身上 而且紫外线A呢 它能够穿透肌肤的表层 深入到增皮层 破坏我们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等等啊 所以呢就会造成细纹和皱纹 长此以往 我们的肌肤就这样慢慢变老了 所以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 一年四季无论阴晴圆确都要用防晒 我们防的不仅仅是UVB 在秋冬季节更重要的是要防止UVA 所以大家买防晒霜的时候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觉悟 SPF就是指防UVB 那么下面那个PA的标志呢 就是指防UVA 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用啊 秋冬季节也一定要用 好那么问题又来了 很多同学说哎呦防晒太麻烦了 我用防晒还要用卸妆吗 太烦了 其实并不一定啊 因为我很多防晒霜 只要不是超级防水 其实呢用普通的洗眉奶是可以洗掉的 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洗完之后 如果你脸上还是有水珠浮在表面 那说明这个防晒霜是需要用卸妆的产品去卸 否则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大家无法想象这个水浮在表面是什么情况呢 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哦 如果做过饭的同学就知道 做完饭之后你有些油嘛 你要去洗碗洗锅子对不对 如果你只是用普通的水去冲一下 会发现有的这个厨具产品上面还是浮着一层油 那就说明了你要用专门的洗洁剂 也就是卸妆乳才能够卸掉这个防晒产品啊 这个比喻听上去不是非常sexy啊 但是意思是用到位了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的酷心啊 再说一遍一定要用防晒啊 否则你花几万块钱去做医美啊 或者用贵妇产品都是百大 下一条呢就是关于妆容啊 很多同学都会化妆 但是冬天的肌肤太干了 很多时候化妆几个小时之后 整个脸都会干到出现了干纹啊 粉都有点那种裂开的感觉非常吓人啊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喷雾并不是个特别好的选择 在秋冬季节呢 我更喜欢用一个精华油 或者叫护肤油美容油 随便什么油都可以了 然后呢这种油呢 有几种方法啊 首先呢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滴几滴在手心 就这样抹开 就这样把它按压进去就可以了 就会觉得很舒服 它是不会化妆的 那么有一点要注意 就这样按压啊 不要去用手去这样搓 因为你真的一旦搓的话 整个妆都会花掉 那么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呢 就是用这样的美妆蛋啊 精华油上脸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这样按压进去 它就会跟你的粉底融为一体 效果就会非常的好 下一条呢 就是关于身体护理啊 很多同学到了秋冬季节呢 皮肤都会干扬 有很多干纹啊 然后天气又很冷 所以很喜欢洗个热水澡 然后一洗呢就觉得身体暖暖的 就满血复活了 那么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啊 洗澡的时候呢 水温不能够太高 而且洗澡时间不能够太长 否则呢 反而会洗掉皮肤的天然油脂 也会破坏它本来的屏障 加速水分蒸发 其实这个原理跟洗脸也是一样的 不能用太高的水温 也不能够洗很久啊 都会损伤皮肤本来的屏障 洗完澡之后呢 趁身体还是很热的 那么就要赶紧涂上身体乳啊 那么这里要说一下 很多同学说 我到底用什么身体乳 其实我真的很想说贵不贵 其实都不重要 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钱包来选择 重点不在于什么品牌 重点是在于洗完澡 擦干身体之后 马上就要涂身体乳 趁着毛孔张开的时候 它的吸收速度会非常快 保湿的效果也会更加的好 那这个小贴士也送给大家 如果身体肌肤不是那么干燥的情况下呢 也不太容易静电 那么大家都知道 冬天的时候 衣服吸在身上 那种静电的感觉 非常的难受 而且呢 也不是很美观 所以一定要记得 洗澡的水温不能太高 也不能够时间太长 洗完擦干身体之后 马上用身体乳 最后一条就是关于头发了 因为像小镇这样 常年烫头发的同学 一到了冬天 就头发就飞得乱七八糟 就非常容易静电 那么怎么破比较好呢 到冬天的时候 我会用发膜 那么以前我是不用发膜的 为什么 因为我嫌烦 大家能理解吗 让我洗完头之后 还要把发膜涂在头上 然后再等个15分钟再洗头 难道让我再脱光一次吗 这不现实啊 所以我以前是从来不用 但是我前一阵看了一个什么女明星的一个采访啊 因为我觉得她的做法挺有意思 也分享给大家 先把这个发膜涂在头发上 注意是发烧 发中到发烧的位置 不要涂在头皮上 然后她我就会把那个 我就会把头发这样扎起来 就是这样扎起来 我该干嘛干嘛 因为我一般是早上洗头洗澡 所以我会开始工作啊 然后运动啊等等 然后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 无论多久了哪怕30分钟也是OK的 然后我就去洗澡洗头 然后洗头的时候呢 就按照正常的洗头的顺序啊 洗发水啊护发素 果然头发是会比以前要好很多 柔顺很多 那么当然了 我觉得这个效果可能不如说 我洗完头之后再用发膜的 这样一个正常的一个程序效果好 但是还是那句话 重点是什么样的routine 是你能够坚持觉得不费力的 否则再好的效果 你如果根本没办法坚持 都等于零哦 所以呢我会使用这个方法 也送给需要的朋友啊 就是这样用发膜 就是用在洗头之前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有精华油 或者是发油 也可以涂在发尾 稍微涂一点点 但是呢 其实对于这样的发油 要求还挺高的 因为有一些发油太重了 涂完之后 整个头发都会大拉下来 所以大家选的时候 要更加的小心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小贴士 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 这个是我的一个发型师朋友跟我说的 就是比如说你在室内的时候 比如说像我这样前额头有非常多的碎发 怎么办 一个方法呢 就是可以用透明的霉胶啊 不好意思 我这个盖子掉了 一看就经常用啊 就是用这样透明的霉胶啊 就是这样涂在前面的碎发上 马上碎发就不见了 那可能大家看的不是很明显啊 其实我在录这个视频之前 已经做过这个动作 所以看到去前面的碎发不是很多 如果你在看我之前的几期视频 你就会明显看到我这个小碎发 特别的不听话 当你把这些小碎发都整理完毕的时候呢 整个头发看上去也会更加柔顺 有光泽 整个人看上去也会很有质感 好了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本期的秋冬护肤干货 那么如果还有什么想看的内容呢 也可以在留言框告诉小镇 我是小镇杰西卡 如果喜欢我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也请大家多多点赞 转发 留言 你的支持是我做这个节目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就下次见呢 拜拜